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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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這星期四講管局的時間 一連三非 這集最後一非 下星期大家給我放一日假 不要講管局 因為我將 特別節目調到1月1日 所以這集 應該是2020年 最後一集講管局 2020年最後一集講管局 對不起各位 也對不起John哥 我還沒講巨龍 始終巨龍哥的勢力 和氣場令我太恐懼 所以我依然 未敢踐踏巨龍領土 所以這集 繼續講一些 跟世界大戰不是太多直接關係 但是他自己也有少少局部 地區政戰爭的youtuber 這個youtuber 其實我自己覺得他的影響力 跟巨龍哥差不多 但是他就不是牽涉在那個圈子 因為他一開始已經說 他是不會投入那個圈子的 他是有他自己的世界 這個就是阿豪新里 阿豪新里的頻道 真的大家要認識 我自己如果你在我未介紹過內容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他在香港youtuber界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獨立性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創作者 不是說他片的創作者 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創作 他的產品 他的音樂製作 他的影片製作 他的食物製作 他真的做到一個youtuber 而不是一個gammer 我們之前說的很多youtuber 其實拍一下的時候 都會拉了gammer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gammer這個東西 的確會為他們帶來很多 直入的廣告 也會拿到很多粉絲 但阿豪新里 從出片的第一天開始 他都沒有拍過game片 他出片全部都是拍生活片 尤其是淘寶 作偶壽司 跟著初出道的時候 未認識到女朋友的時候 找個催器公仔 帶個催器公仔 出去吃東西之類的 其實他是建立了一個 很系列化影片的角色的 還有他做影片的時候 他已經 跟很多youtuber一樣 他都找到一些自己的口頭禪 例如 經常都強調 我們還有少少 就到多少十萬訂閱 每一集都提醒大家 subscribe 洗腦式的 不要看少這些技巧 因為你有了這些技巧 其實一洗腦的人 就真的會 去到最後的時候 就算我不是熱衝訂閱也好 在最後給你一個訂閱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阿豪新里 在這方面來說 我是挺欣賞他 沒有攝觸到gammer這個東西 而在youtube裡面 找到自己一個屬於creator的角色 就是吹起公仔郵寄 剛才說了 其實他這個系列 也都成為了他當年一個 非常出名和出位的系列 先做旺了的人氣 然後就去到他自家創作的MV和歌 現在他的片尾的歌 其實都是自己創作 還有也都拍了不少的MV之類的東西 你會見到的就是他相比其他youtuber來說 他真的是一個designer 他也都在一方面有他的藝術天份 你也都不怪他會買很多名牌之類的東西 去突出自己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算他被人知道 之後攻擊他 經常花錢到subsprime之類的東西 那人家真的有錢 那人家討好得起 那你出去不穿 那他也都 他做出來那樣 曬討好那樣東西 他又不是噁突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所以你身為他的粉絲來說 也都會覺得他看得舒服 那所以這個也是他另一個成功之處 那當然也都要說回我之前說的youtuber成功的要素 寵物女朋友這些要素 也都有 例如是他之前那兩隻狗仔 那他也有幕後團隊 譬如是黃龍德那一堆 也都給了一個很好的形象 他的幕後團隊 那大家如果有看Record Finance都知道 幕後團隊的形象的素造 其實對於一條youtube頻道來說 真是有利無害的 那所以他幕後團隊也都秤出台面的時候 就令到他整條channel更加feminny feel 那另一個他的影片系列化就是巨大化 那巨大化他譬如做了什麼巨大的雞蛋仔 又用蛇仔糖去浸酒 然後喝到醉了 然後又做那些什麼巨大化腸仔 蘿蔔糕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是巨大化 然後有人說他浪費食物 但之後他也會自己吃 分幾餐吃 和幕後團隊一起吃 所以這個 其實巨大化這件事在其他外部的youtuber 拍了很多 但他就是香港自己動物之旗 所以他又成功了把這個系列的影片化 變成了好像他獨家的內容 所以這個也是他成為一個成功youtuber的 我自己覺得挺重要的因素 另外再多一個系列 你看到他所有系列都是生活系列 而且成本我自己都覺得不是太高 但又好扯的 這個就是扭蛋系列 譬如有些特價扭蛋機 他又會扭整個系列出來 那其實說真的 只扭蛋看他扭完就是開箱的 但又成為了一個很長壽的系列 因為人是總有求之慾的 當那樣東西是未開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對那樣東西有憧憬有慾 他就是捉住這一點 所以將扭蛋這件事又拍了一個系列 又將它成功系列化了 做自己一個icon 剛才說過了 浪費很多錢買東西 又或者浪費很少錢買東西 所以這也會是他自己的一個討號的形象 但他自己做得不行 這也是他自己的一個功夫仔 剛才說過了 女友 吃了Creamy之後 認真那個 我真的覺得Creamy是漂亮的 說真的 這個我要說回一個很持平 這個女友看得很順眼 他又不作狀 但他又是那些 令你幾痛吃型的女生 即是不做作 說真 所以這個也成為了 他頻道的一個 淡氣加速 因為之後跟很多女友的合拍片 放閃光彈那些片 其實都令到很多人 會對他們整個組合 是會有好感 另外呢 剛剛我說過了 他推出很多的產品 自家製的產品 自己畫圖 自己設計的產品 然後放連銷 吸引了很多粉絲 自己去做蛋糕 做了自己一條系列的產品 他不是假的 他真的一出產品 他就馬上被人掃光了 所以這個也成為了 他收入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也都成為了 他自己很重要的一個icon 如果大家有記得 我說第一集 史萊姆的時候 史萊姆拿了一個 啫喱做了自己的icon 出自己產品的時候 那你會說 第一個youtuber 出自家設計的產品 就是阿豪新年 而阿豪新年出的產品 是真的有一種潮流的觸覺 而史萊姆 甚至乎現在的巨龍選手 說真的 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 阿豪新年這方面是贏了的 另外 剛才說過 擺連銷 因為他產品的關係 也有特價的產品之類的東西 限定的產品 幫自己打好咀嚼 所以阿豪新年 我自己覺得 在生活片裏面 我可以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系列片 還可以發展到自己的產品 把自己藝術的層面 和拍片的層面 一起變成自己的水喉 在香港的Youtube界 他也算是另類的奇霸 他也很善用到Youtube這條頻道 成為了他主要的水喉 也成為了另一個產業的宣傳渠道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他是Youtube界的營商 是香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 但成為了營商的代表之後 其實他有些片都出了事 例如浸煤酒的事件 就被人懷疑 他是不是因為浸煤酒犯法 另一件事就是 之前他去拍Vlog的時候 去了深圳拍一些飲食片的時候 就被人質疑他的對白 和另一個Youtuber的對白 他是串著另一個Youtuber 他也要拍片澄清或者做一些反擊 但基本上阿豪薩尼他的hater 主要是來自一些聽眾 覺得他拜金之類的事 但在Youtube界來說 譬如我們認識的馬田 另一個圈子的獨立Youtuber 其實和他是朋友的 只不過他不會牽涉到 史萊姆、大J那些世界裡 以一個獨立的位置 和獨立商家的地位來說 我只可以說一句 阿豪薩你厲害 你賺到這樣的錢是你值得的 還有你營商的想法 和商機 和觸覺我覺得非常之好 而且你的政治立場非常之明顯 所以這個我自己也覺得 你又不做到好像那兩個 一個是假裝王 一個是用王來賺錢 但是很明顯知道你在黃圈裡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這一個我自己也覺得 要給你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所以阿豪薩尼正平的 這集2020年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覺得正平的Youtuber 那2021年究竟回來會講哪一個Youtuber 會不會一來就開個球 就來巨龍選手呢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究竟2021年第一個Youtuber會是哪一個呢 那下集回來和大家分享 那這裡 祝大家繼續長看Youtube 長看長有 好 因為在香港Youtube都不知道幾時被人禁 也希望大家繼續訂閱 和Rekord Finance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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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衟 錢 錢